欢迎各位又来到FM1年5.9家国生活 逢星期四晚出街的地产环节 今晚我们有些不同的嘉宾 一个就是我们叫做Patricia Lam 她是一个banker以外的一个 怎样介绍好呢? Bbanker的专业人员 是的,除了找bank之外 还可以原来有很多的选择 另类贷款专家 是的 另类贷款经纪 专家 另外一位是Joyce Joyce是Malwan 另一个Mainting Company的高级代表 免得她有些项目 我想介绍一下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外面现在市场 有什么新的楼盘出来 当然还有我们的Alex 我台主和Ben Leung 今晚都很帮忙过来帮帮我 Joyce 你最近忙什么呢? 最近因为七、八月份 新盘出来的 新盘抢到 红一声就没有了 最近在做三个 是 新盘抢的盘 即是 你们叫做 尾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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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盘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借购的构固 可能会好些 而且它比较接近市场价 即是交了楼之后 你可能一两年再放出去 那你就可以有钱赚 赚钱的过程可能就快些 是的 是的 那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美盘的意思就是 即是它不建的机会是比较微的 可能已经在动工 所以就不怕它说 买了之后不建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基本上是 这个购买已经开了 即是 可能差不多还有一两年 就closing 或者三年 三年 什么 是的 明白 那尾盘楼 过去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就见过一些就是最好的 一些就是 一直买的 都买不出的 是不是会有这两类的混合呢? 还是会不会 我也都试过 买 帮一些朋友去看尾盘楼 就是一次过全等 剩下12个买完 接着有些抵抗 那么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现在都有 现在都有 你说买不出的盘 其实就没有这样的回事 是看发展商想不想买 那如果他不想买的情况下 他就会 持续到价格很高 接着就看你有没有一个人发葬进来 买到一间就算 一间卖不到 他就来远 自己close了之后 但有个差价 就是等于我们买尾盘的人 等一两年之后 他又再等出来 就是都有很多这些情况 因为发展商已经 就是学聪明了 他最开始 推出的时候 都是市场 就是最低价 那么 隔了四五年之后 哇 你们个个买家都赚钱 那么他都想赚一份 所以现在他就 就是学正了 就是那些 因为你的市场 搞正了他呢? 哈哈哈哈 我只知道呢 就是说 一个星期就卖了那些 那就有可能 就是出事的了 因为呢 他买的时间 接着呢 两三年之后 那些市 那些价钱 就是那些价钱好了 但是那个cost construction 又贵了 所以搞到就是 有一轮呢 2018年呢 就cancel了5000个单位 是啊 有一轮是 就是比较多cancel的 就是特别是vonne city那边 因为 那边的 的价钱 升得太快 太快 是的 那些cost 其实是真的很高的 对比起 现在builder 发展商去买地 起楼 是比以前 难很多的 就是他们想赚的 那些差价 他们越来越 越来越少的了 哈哈 因为那些原材料 真的是很贵 所以上次 我跟Johnson 聊过的就是说 很多建筑商 就说 他取消了之后 整个盘都卖了 他赚钱 比自己多 所以 哈哈哈哈 找钱很多方法 比如说的 那个盘子一样 33号 嗯 嗯 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 因为他有点特别 因为他内控而已 不是因为他 不够钱赚 而是取消的 那就是有点不同 不是 我觉得是Ben 因为Ben 计算数 哎 这个数据不适合 然后献计给人 是 都是这些 计算数 就是因为 他没有找Ben 和他计算数 所以他的数据 所以出事 他找Ben 做就什么事都没有 哈哈 哈哈 好 那其实Broncolini 是什么 Broncolini 是一个 比较老牌子的 发展商 都是一个建筑商来的 通常我们买楼花呢 选择发展商是非常之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发展商 他只能帮你开发 但是他还要 送个合作出去 给别人建 那么Broncolini 和Pampton 这两个公司 是加拿大暂时来说 最老牌 最有实力 还有最好的 又是发展商 又是自己有自己的建筑团队的一个 地产商来的 那 那 今天我想说一下他有一个 都不算尾盘 但是 我们当是尾盘 那样买的 是Weber and Faith 在East Harbour那边 就是都是下落的 但是呢 就不是在正市中心 但是现在是在发展着的 Broncolini 正如我所说 他已经有70年历史在市场上面了 所以是很有实力的 嗯 嗯 我们Toronto有第五街的吗 我就拼了 为什么Toronto没有1,2,3,4th Avenue 很容易认的 我说是Youtube 这个是5th Avenue 真的有5th Avenue 我们的生活指数和我们的消费水平 我想差不多了 还有我们有这么多大公司 不停地进来 Amazon Google 很多Tech Company 其实我们多人多 为什么有什么可以支持到市场呢 是因为 越来越多大公司 是希望在加拿大 有个 叫做吧 有个Lowgate 有个Office 有个Location 有个Head Office 这样 他们叫做Point of Present 会选 Toronto 来做加拿大的住点 是 是 在我们的East side 都有很多很多 准备发展的 哦 我明白为什么有个5th 就是Sax Fifth Avenue 不是 这些是Block Community之前有建计过的 噢 OK 所以只是做Residential 也有做Commercial 也有做商业的 是的 那 那 Head Over and Fifth 就在 Done Valley Park Done River那里 是 是 在East Harbour那边 現在East Harbour的Transit Hub 已經開始動工了 原先就說估計2024年 給兩年時間延期 差不多2026年左右它就會起好了 交通就非常方便 剛剛說到交通很方便 建立的站差不多兩年就完成了 所以將來一定出入很方便 是的 除了地區之後 它的建築本身有什麼賣點呢? 這個建築是比較近 而且它是第一個建築在這個區域開始發展起來 旁邊左右菜刀 接著下來會有五棟樓準備要建 譬如生活時間 也有其他的樓在這個區域 很多人都會進來 如果你現在 當然是頭一口湯是最好的 通常都是 嗯,大事 我們還有些什麼呢? 一房和一加一就剛剛好賣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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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以買了室室和兩房 買不到 我就是想要一加一 哦,是 還沒買 畫家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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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通兩個室室給她 哈哈哈 可以 買家兩睡房打破夢場 哈哈哈 很多方法的 可以 不要找藉口大家都 不要找藉口 近我的女兒 幾步就到了 那她現在的價位是怎樣呢? 你的女兒現在住在哪裡? 她差不多了 差不多那裡 過了一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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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是,是 其實你這些地方 你說走到去 單趟大學街 跟別人欠 三千元一個月租 現在已經欠到三千,三千二了 一房裡 很誇張 是,是說 2024年的價錢 現在,不是啊 說現在的租金 哦,租金 你,不如在這裡附近 找到一些 現在暫時來說 可以便宜一點的 其實就是 10分鐘車程 或者是 commute 可能是15分鐘 20分鐘 這樣會 有一點少 雖然有少許距離感 但是都不用這樣 祖舍喜歡踩單車就可以在這裏踩單車過去 上班要你回單車 真的有很多人踩單車的 是啊 是的 聽聞最近多人多都將很多單車庭重新畫過 加闊 減低行車線 將很多可以拍車的位置都剷除 多人多我們就要 基本上 我一個字浪費了 我本人對單車這件事在多洋多來推行 我覺得很多因為天氣的問題 冬天不行的 半年就學加州 那就真的學一些不學一些 不過可以習慣的 我在Montreau住過 冬天每個都一樣很多人踩單車的 只是習慣而已 只是雪寒的 落雪怎麼踩呢 不是怕 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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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雪梯嗎 單車 要用得快很多 因為人物 有雪梯單車的 大哥 你停的時候要砰個停車 不要踩死它 OK 要回ABS 那我現在價位如何 現在 不好意思 Joyce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搞氣氛 不要緊 教委 你都 現在大樓盤都 你在Missarga 都1200-1300元 很誇張 但是很多燕樓的價格 譬如 Yangan Brewer 很多都現在賣1000元那一呎 燕樓 燕貨價 One Brewer 都賣1000元那一呎 你要看一下它有幾個 One Brewer One Brewer 那你是不是在說大單位 不是 七十多萬 七十多萬 賣七百多呎的單位 七十多萬 賣七百多呎的單位 如果以現在Disposal income來說 拿三十多元出來 你大學畢業 賺成功六萬元即刻出來 你都交不起租 這些全部都是我覺得 一個很好的景象 但是在實質上 人民多人多的人民的生活 我相信還未達到一個水平 所以我們在說一些很豪華的事情 很希望很多外國的買家 買進來的 否則是本地的人 如果三千元一個月 One Brewer 的租金 我相信是很難負擔得起 對嗎 租金 租金是貴的 沒錯 但是如果兩個年輕人 賺得五六萬元一個月 一年十二萬 十三萬 勉強有爸爸媽媽 譬如好像Joseph這麼有水的爸爸媽媽 那就多加些單位就搞定了 是不是 然後再找Patricia 再看看如何量度 長一點的Mortgage 沒有問題的 但是真的是貴了一點 大姐都沒有辦法 這個現實大家要面對 這個Mortgage是不是難一點 你想問Patricia是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Mortgage是難了 Mortgage事實是 銀行那方面的要求都嚴了很多 另類的貸款 也都是相對來說 他們看的文件也都嚴謹了 也都可以 都不是說做不到 也一樣都可以是借到的 所以你們要找我們公司就可以借到了 我也想知道一個情況 就是現在這麼多樓盤出來 會不會說有很多很多人 找Mortgage協助去寫那些 pre-approval letter 有 我們也有很多很多客人 都是找我們 就是想 開一封pre-approval letter 來去 因為 Builder 的需要 但是我們發現 Builder 的需要是很嚴謹的 他們是會指明是銀行的 commitment 就是銀行的 official approval 才會接受 其他公司 尤其是比如說 Brocage 公司出的 就一定不會接受的了 這樣 就很看 Builder 是的 是很看 Builder 的 是很看 Builder 的 是很看 Builder 的 因為 因為 閉嘴是比較長遠 對 那銀行 是 其實它是不會 它雖然可以做到一個 Approval 給你 但是不代表那個 Approval 是會保持有效 到你交接那個時候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 好 那我覺得 譬如說 在這個整個運作裏面 大家都是想拉大家下水的 等於 Builder 就想拉買家 找個 Firmware Group 因為 Builder 本身的 Banker 看到一些很好的一個 很Solid 的 Buyer 才可以去 借給它 那 而 大家都是 希望 透過一些人的封信 就證實 可以有一個未來的 在現實來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沒有一個銀行 可以說 給一個 Commitment 你除非多少現貨 我今天下個價買東西 那些 Builder 都未必要蓋 那是不是說 銀行Firm了一個 Builder 那 Builder 一定要蓋 都沒有這兩個一定在 所以 Builder 哪個資格 要求銀行給一個一定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很矛盾的東西 Builder 說是不是一定要蓋 那 Builder 到時不可以怎麼說 銀行要告 Builder 是吧 你怎麼可以逼一個銀行 給一個 Firm出來 Builder 又不Firm給我 那怎麼可能 我覺得 有時候大家是在玩弄著一些遊戲 大家有問題的時候 互相推卸到責任 整個過程都是一個生意的模式 和實質上 我絕對同意 一兩個字大家都在玩弄著 一兩個字大家都在玩弄著 一兩個字都在玩弄著 好 最近有客人 不是Final Closing 而是Occupancy 已經要求一定有銀行的承認 在Occupancy的時候 是 好似乎 Builder 因為 Builder 後面那個 Lander 要求他做些什麼 如果是有些 他自己後面那個 Lander 覺得這個 Builder 實力不夠的話 那麼他就比較苛刻 但是好像有些 Builder 他自己都說自己是否可以的 那麼那些他就隨便給了 什麼的 Approval 總之Final就這樣了 所以有點不一樣 有時候之後都要體諒 一些 Builder 譬如有些新的 Builder 他後面的 Lander 真的拿得好 一定是六大銀行的 Pre-Approval 才肯收 那麼那些我們 就是我們拋頭的馬鈴單位 你何來可以六大銀行 寫這種這樣的東西出來 大佬 是啊 因為當日這個 Builder 他跟他的Lander 聊天的時候 那張Commune Letter 是這樣寫的 他規定未來的 Buyer 一定是六大銀行 其中一家的Market 是這樣的Wordering 他才接受 那麼這些是他當時肯認的時候 就是當你被迫 我明天要動工了 明天水泥就到了 明天鋼筋就到了 所以我今天要簽這份東西 跟銀行拿錢 所以他們 有你沒有你 合不合你 他都簽了先 結果他就逼買家做這些 我都試過跟他說 我沒有想著拿Market 買樓 都不行 都是要做假的東西出來 擺明是假的 沒錯 說明是假的 我不會拿 我不需要Market 但是他說不行 你不需要Market 都要做薪工的東西出來 我會做 只要他不是需要五大銀行出的 這樣就可以了 不就是五大銀行 都一定要五大銀行 是啊 那又是銀行關係 當銀行關係好 明天你裡面拿著那些投資 隨時哪個國出來都夠用的 那他就寫了 那不是每個都好像 所以不是說 其他的客戶都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銀行做得到 他有很多也不會看你買的那些什麼 就是你是一個八位數字 九位數字的一個銀行客 你說什麼就寫什麼 你寫什麼 你寫完之後還可以簽名 是 不過其實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是很沒有意思 是 大家在玩的 整個運作就在玩的 大家最後有問題 所以寫了 是 他都說我今天 我今天可以簽名 四年後 我工作都沒有了 那怎麼可以簽名 你不要說四年後 可能半年後 幾個月後 每天都沒有工作 那怎麼可以簽名 所以 還有一個預承 或者是一個預承的時候 很多時候 如果銀行出的預承 他不是真的正式跟你拿一個 official submission 不會的 他只是做一個信 而那封信下面 就有很多 conditions 是列了出來 就說需要看到你的收入有多少 你是有多少首期 還有是保持多少 credit 挺好的 挺良好的 credit 那這樣東西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根本銀行都沒有去執行 去審查這些條件的 他只是純粹是做了一封 pre approval letter 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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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們會打電話 他們會 他們會 會 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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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去銀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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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小過400呎的又多不多? 嘩 開始多 開始多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 因為疫情就改變了很多人投資的看法 發展商之前就會建立很多很小的部份 因為結尾價格就低一些 現在是兩個極端的 一不就是人家賣一些小的部份 或者以後有機會自住那些多數會買兩房或者三房 阿Ben 你那些小的業務的老闆 那個人開不了檔 是不是那個人去炒地產? 沒有開不了檔的 因為我告訴你 很多人做製造的 不做製造就去炒地產 所以其實 大家又看回很多旅行社 都是因為炒股票炒地產都焦了 因為旅行社收到人的錢 兩個月後才給機票錢 才給酒店的錢 以為會有很多錢就炒到焦了 那那些是沒有聽我們節目的 還有沒有聽Joyce或者Patrice或者Joseph的意見 是嗎? 最近我看到一個很大的旅行社 他在香港的頭部 他出來賣七百多萬賣了 那他不做到大小的 把房子收回七百多萬 他做其他事情都可以 是不是? 然後搞其他事情 對 七百多萬就閉嘴了 變成 但是去年 整年 如果沒有看錯 就加了 一百零八個billion的 的mortgage OK? 不是很大的數目 但是 就是2019年 那一年 B-Lander B-Bank Lander 是做了42個billion的生意 去年他不知道做多少 我想這個數目他也不足 如果我當他是做同樣的價錢 which I do 可能做更多 因為價錢貴了 我猜 如果去到40%水平 我相當不舒服的 美國 2008年 financial crisis 就是因爲那個 是40% 那其實這個水位 我們下半樣可以說 那其實 加上一分半鐘 可以說些什麼 或者Joyson 有什麼 例如你剛才說 大約現在的價位 去到1300-1400-1400 那一呎 單攤嗎? 正晚說的那個盤 3400也比較問 起碼新的盤 很新開放的樓盤 大家都尋找最少是1500-1600 那你譬如說好些地方 好些地段 那33億元 那就是 我先說300號billion 是 是 是 就是 估計 預計 所以 是 就是 都很誇張 但是那些是4年後 3、4年後的 是 所以其實 就是 雖然上了 但是 不是太離譜了 是嗎? 而他們過2000 這樣就離譜了 如果是 就是一直都向上走的話 就是 就是 慢一點向上走 都是 大家都會賺錢的 越早買就越會賺多些錢 這樣 我覺得走兩年就應該沒問題 第三、第四年就大家要看一看 不如去一去廣告 一會回來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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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又來到FM105.9家 《生活的下半場》 尚夫Sir 提過一些有關 mortgage 還有一些新額本的東西 或者我們繼續叫Joyce 講一講它在九家和主管 一個 一個保管的尾本 這幾乎是單位不多的 是的 這個就是Pamperton的另一傑作 剛剛也說過Pamperton 也是一個非常之大 基本上是第一名的老牌子 現在它有一個新款出來 製造 但是 Nine Feminine 它是隔壁整個樹林的 就好像在一個森林的 在城市的森林裡 我們就剩下不是太少 不是太多的盤 那現在就是5%放置的 是的 那就比較划算的 你看一下現在 單攤要1500元一尺 那這裡是 大概650元左右一尺 兩分鐘就能走到Gold Station 是的 600多元是不是 好像說包車位和鎖架 是嗎? 包一個 那真的划算 還有我看到 它已經是動工 起到二、三樓這樣 所以就不需要擔心說 它不會起這樣 不需要 這個盤有多少層 這個盤有多少層 有多少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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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階的是不是 九階 它按九階沒錯 在主廣街的南邊 就有建築A和建築B 樓下一樓和二樓 全部都是城市 城市可以直接到自己的住宅 每一層都有門口可以進去自己的房屋 你現在 都會看到七百多尺 八百多尺 一千尺 這樣是大一點的尺寸 你說這裏是 九階和主廣街 是嗎? St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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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因為它 我又再重複它 就是 錢都不用一隻 就已經開始動工了 嗯 那它基本上就是 它只要證明得到 你是可以close得到的 因為它現在做的 公開是5%的 它都希望你最後是close 不會說 你就這樣扔低了5% 然後就走了 其實價錢就大約七百多 但是就很近 那它就很近 Goltrain Station 所以其實就是賣點 相當不錯 那townhouse的價位 怎樣 townhouse townhouse的價位就是 八十幾萬 就是八十到九十 其實都很划 有幾大 有幾大 一千二起 一千二起 是的 是condo townhouse 還是freehold 是condo townhouse 都很划算 是的 都很划算 你對比起附近那些 其他的condo townhouse 其實都 現在的townhouse 全部都升了 你在市中心一些些 townhouse 是markham的 你現在起步 差不多都要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萬 是很正常 那Joyce 你剛才說 它不用借錢都可以起到 那還需不需要有pre-approval letter 都需要的 都需要 都需要 但是它可以接到 一百二十 是的 咦 Hello 聽了 OK 又有interrupt 繼續 對不起 我剛才聽不到 那其實這個是 這個本質 為什麼 OK 明白 明白 不是在Soakville 那個站 是在上少少那個站 OK 好 是的 有很多 譬如 年輕的一輩子 不想 就是 自己有個家庭要組織 剛剛 新婚 但是 爸爸媽媽住在附近 那他們就 買這個位置 又或者 反過來 爸爸媽媽要下降 那他不想打理你的房子 那他們又買回這個位置 但是 那些小朋友就繼續住 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是的 不夠七百元其實都是 就是加一下 就是挺正常的價錢 是的 是的 還有你其實說 很老實說 那個駕車不是很遠 嗯 我曾經駕車去那裡 因為 他那裡近 你知道駕駛街什麼都有 什麼超市場 什麼東西吃的 全部都有駕駛街 那他那裡去駕駛街 只不過是一兩分鐘的車程 是的 所以就不會說 駕駛幾里路 才能找到 那個快餐店 那樣不是這件事 你在附近 有另外一個盤 叫Joy Station 就是但是 Mang Joy Mang Joy 是嗎 近一點的 近一點的 就是近一點的 那他都去到 差不多1000元 是啊 Mang Joy 是啊 所以這個還是比較划的 嗯 好 那其實 周少我們應該 現在 全個火力 集向Patricia 是啊 很多問題 我們想知道 嘩 好害怕 可以可以可以 害怕 因為剛才我們提過 譬如corporate 那些 如果我用的公司去買房子 那你們的銀行 或者你們的lender 會怎樣去衡量呢 是不是很容易一些 因為被私人太容易難了呢 其實 不會被私人借太難了 但是呢 現在我都是針對在 alternative lender 那邊 因為A lender 就不是很多一間銀行 都會接受用 corporate的公司 簽名去借太 那但是 alternative lender 對這一方面 就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 那個 Title 就是用個 註冊number公司 或者一個公司 那 然後當然 就需要 owner的personal guarantee 那owner的personal guarantee 就要純粹看 owner 他自己的收入 通常一般客人就會是做生意的客人 或者是其他self employ 去做生意的客人 那 純粹那方面就會針對客人自己本身 在做生意那方面的收入 或者是self employ 比如self commission 或者是 是一般來說都是收commission 那類 和self employ 開公司的客人 自己的收入 的來源 來去 決定那個批核 那 這個是 我們經常都有做的 因為現在的趨勢 就是很多客人 是選擇 用公司 來hold title 去買物業 那 alternative lender 是做很多的 聽不到 Ben 我心裡一步問一問 如果我一個corporate 我有六個rental rescental rental 是不是一樣 是基於我的rental income 來給我 比如說 如果有一間公司 我是有business的 是計算 income 來去計算我可以serve多少 那我project到六個月 是不是可以六間 十間都要借 因為我十間的rental income 你意思只是借 拿十間出來去借 是嗎 是 一次過十間 都可以的 都可以 因為alternative lender 嚴格上來講 理論上它是沒有一個maximum 那個投資物業 那當然了 我們都有客人是十五間 十七八間 我們都在做的 是 但是就不是說 同一時間 就將這十間 或者是十七八間的物業 是同一時間去拿出來借 OK 但是它名下是有這麼多物業去做 那麼我們都做很多 都一樣是可以用 息口怎麼算呢 息口大概是多少呢 息口呢 如果客人 如果客人名下是擁有這麼多物業 我可以說七間以上 那它那個息口會是最低由三九九開始的 明白 一年固定 這個是它 所有alternative lender 它都是這樣給的 息口的了 那麼很多人都會問 alternative lender 當然是提供方便 或者是conventional 你拿不到 你才會找alternative lender 那麼 那在那個成本來說 譬如我是做炒樓的 我要計算成本了 息口高多少 lending fee 多多少 如果我提早走 因為我最近都幫一些客戶看過 要提早走 那個penalty 勁道 是說十萬八萬元罰出來的 如果你提早 這個呢 要視乎是哪一間alternative lender 因為真的事實 每一間呢 它那個penalty 是不同收法的 很明顯 你home trust home trust 就是最大間那個大佬 那麼它那個收費呢 那個罰款是挺立的 它是用 它是用 不是用 coherent marketer 它是用coherent 就是bank rate part 因為bank rate 0.25 減 現在 它在給你 譬如4.25 它罰你四利息 罰了整個條例 它罰了整個條例之外 它肯罰你 都是因為你賣屋 它才會這樣罰 如果你不是賣屋 是純粹是轉銀行的 它是不給你的 它完全是不會讓你走的 那是一定它有個條例 就是說你要賣屋 就會罰到你剩下幾個月的利息 那這個是home trust 那個罰款條例 但是其他的 譬如equible bank的 它那個罰款條例 就沒有那麼辣的 它是三個月的利息而已 或者其實它是跟銀行的罰款 是相對是一樣 要麼就三個月的利息 要麼就IRD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看看你哪個高為主 這樣來罰你 如果你在acrobot bank 借開的fixed rate是比較高的 譬如說 以前借下4厘多 5厘多 那它當然是罰你很貴 我都有客人是告訴我 9萬多 那這個是它的罰款 是啊 那這個是真的很貴 因為它收開它5厘多 再看看它的借貸金額 那需不需要給額外的lending fee borrowing fee 那setup那時候就會有1%的competment fee 是所有alternative lender 是劃一都會收1%的了 那這個就是你的成本 那跟著的利率的成本 就要視乎看一下你是 它是要收你多少 譬如說你是屬於擁有多產物業的客人的 那正如我剛才說 是由3099開始 那你便會計到你自己的成本 比起A bank 你是用私人名字擁有 還是公司的名字擁有 一樣 一樣 是的 那RAID是一樣的 是的 那RAID不是出入很大 是基於你是用名 或者是用公司的名字擁有的title 這件事不是造成影響你的利率 我想順帶說 因為很多人拿不到morgas 就希望用corporate 但是想和聽眾分享一下 如果你用corporate買樓 通常掉了兩個很嚴重的誤區 第一個就是很多人聽完講座 就說我用公司買樓 一來二同銀行借錢 二來收到一些租金 用mentoring fee的形式 撥出去給大家一間公司 那租金變成active income myth number one 錯到錯 一錯大錯特錯 是絕對不可以這樣的 因為你由收租 如果去轉換一間mentoring company 然後當作是active income 你現在除了那間mentoring company 跟你是non-reluidated 如果reluidated的話 你需要有五個副作業 才可以qualify 是active small business 但是很多人都這樣做 我很希望稅局續殺這幫人 因為在外面有很多講座 誤導人去買樓 誤導人做這件事 第二樣東西 第二個myth就是 哪一個人用了corporate去買樓 corporate是不可以拿二萬四萬 那他們完全沒有計算過這條數 有人今天召喚我 我想炒freak的 是做assimmon賺錢 我說你做assimmon賺錢 你用公司來買 賣不出的話 你closing就不用二萬四千了 你已經不用二萬四千了 再加上 這個down 如果出租都可以 應該可以拿回那二萬四千 用corporate不行 這個jeffrey 是 只是給individual OK 是 你看回那個act就是這樣 總之用公司擁有樓花 你是不可以拿回那兩萬四的 這兩萬四是qualified 給individual做工的 很多人就不清楚這件事了 那無端端炒樓 因為他打算做assimmon的 assimmon出不及 那要coating才賣 那就不用二萬四了 我想你要算賣這個成本 那問他們為什麼 他說 因為我拿不到網 自己很希望公司用自己 那我說 這個是你炒樓的成本 如果你是知道 就是炒樓的成本 不知道就愚蠢 因為你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是這樣的成本 Patricia 我想問你 是 其實我看到數據說 前年是做42 billion 其實你前年2019年和2022年 你們的公司那個工作量 和成交量是不是多了 因為應該是多了人出來 出來買樓 那在同時 也都是一直在加些stress 我們是沒有停過的 其實1920 甚至乎COVID 就是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公司是完全 就是沒有慢過的 尤其是我們公司是 就是做B landing Oternative landing 是很 就是我們是 我們是一名的 超級製作者來的 那所以 就是在這一方面 我們公司是很大 很大的 就是 是看到 尤其是今年是特別多 今年事實是更 比過去兩年更多 六月之後更多 其實我不是只看六月 我反而我見到是 從二月開始 是已經是增加 不停地增加 Lander 是完全是沒有停過的 他們是忙到 現在是 就是 就算以前是可以三天 給一個 承認出來 現在最少都要 五個 business day 最快 最快 是 你們B lander 和A lander 你們做的事 可能Double A lander 那個工作量 因為A lander 就是很標準的 對嗎 是啊 你說得很對 其實B lander 是完全不容易做的 我想有很多人 有一個錯誤的觀點 以為B lander 其實是很簡單的 學得你們說 B就是A之後 應該做的事 就會是容易些 放鬆些 其實B lander 現在是完全不容易做 他們看的文件 雖然他們是未必要執行到 要看個人報稅的文件 譬如NOA 稅單那些 他不需要看 但是 他就選擇去看其他的文件 譬如公司的Bank statement 來去看 去衡量這個客人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客人 是自顧身份的 他是開公司的 他就會從這些文件上面 去決定 這個客人的實力 還有其他的文件 是需要拿的 其實可能有時候 客人不是只有一間公司的 或者是一間公司的收入不夠 他明下有幾間公司 齊齊齊齊 你可以想像 每一間公司 是需要六個月的Bank statement 那如果客人是不只一間公司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去結束一個Bank statement 是需要的文件 是很多很多很多 是不容易的 我想問到你的問題 Bank statement 他是否需要 通常需要那些帳戶 給20%下降的 這個是最低要求 不可以少過20% 而他們的 的年期就是30年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25年 但是很多時候選擇去到Blander 就很少說選擇25年 那麽短的了 都是做到30年 是的 我Google他有些Blander 是去到2.19來的 2.19來我相信 其實不是叫做Blander 是譬如 Home Trust 他們都有Alanding 那一邊的 那很可能 客人看到公司的名字是Home Trust Home Trust 批准出來的誠意 但是其實 取得的批准是由Alanding 那邊去拿出來的 那你會見到是2.19的意思 如目混珠 那其實Blander 他自己都本身 學得你們說 A Bank 都有B那邊的生意 那Blander 他亦都相同一個道理 他都會有一些A的生意 那樣 我想問問 現在你們的客人通常是 第一次置業的多 就是refinance 那邊你們做得多些 refinance 多 真的refinance 很多都是在 現在自住的房子refinance 出來再去買其他的房子 這樣就很多很多 因為利息便宜 利息低 那就希望在低的利息上 拿回一些錢出來再去投資 但你們現在的貨幣 那方面會不會又是不到價 還是你們現在 因為我聽到很多說 例如我買一間房子是100萬 但我估計90萬 那是不是你們多不多這些機器出現呢? 也不是看到很多有這些情況出現 就是我們很多客人都去到買價的價位 是的 去到買價的價位 嗯嗯嗯嗯 是否因為你們的貨幣 會比較鬆 我不知道 不是 其實貨幣的貨幣是更嚴謹 是嗎? 我們發現 A銀行的貨幣 因為其實貨幣 其實貨幣要求貨幣 是執行很多 很多規則的 他們設定了很多 規律項 給貨幣去遵守 反而A銀行就沒有一樣東西安排 所以呢 如果一看到譬如說 那個貸款是送去給B-Lander 他們就知道自己那份報告 是需要怎樣去提供一些什麼資訊 B-Lander才會接受 才會滿意 明白 是其實更嚴重的 其實現在B-Lander對批核這一方面 是嚴重過以前很多的 我想了解 Appraiser那樣東西 現在買樓 是沒有這個程序的 但是如果去到B-Lander 他就會特別 Appraiser這個價錢是多少 是不是這樣的? A銀行都要的 A銀行都要的 所有貸款都要的 是嗎? 我很久沒有貨幣 所以 有錢人當然了 不用摩奇 現在是不知道這件事 原來有這樣的程序 其實B-Lander一定要通過這件事的 不是 或者你做 即是Private Lander 你借出來 你都會 更加要 找幾個Appraiser 去猜 是啊 是啊 或者回家 A銀行都要做Appraiser 不要說A銀行都要做Appraiser 不要說A銀行都要做Appraiser 甚至Private Lander 都需要做Appraiser 一定要靠專業人士 就是Appraiser 給我們一個中肯一點的一個價位 就不可能全部 因為都 如果就是靠 譬如說我們做Private Lander 我們自己說的價位 屋的價位是多少的時候 其實 對那些客人來說 也都不是這麼公平 因為這個是 未必是 一定是 是令到客人滿意的一個價位來的 那我也都會比較保守的 所以一定會靠第三者 來作一個公平的價位出來 或者又回到Joyce那裡 你是否在Blue World 另外一個比較吸引一些的 本來再介紹給我們 是 都可以分享一下這個 那 是按Bluor街的 395號Bluor Street East 你知道Bluor街有多麼方便 Sullway Station Rosell 對面 Rosell Rosell就適合Ban 有錢 那 那我們的兩房都不是很貴 1500元 是的 現在就是賣40樓以上的 Studio就50萬 剛剛好50萬開播了 是 比較 對 現在準備回來 因為這個說明年年底會關閉 但是 因為現在蓋到第15層樓 那你要蓋55層 我想你 也要兩年 是的 我記得我們當初買的時候好像 不貴的 我記得 是的 2005年的時候 是的 那時候好像六百多元一呎 嘩 現在去哪裏有這支歌仔唱 賺到少了 就是問題這樣 因為這個價錢 我們很害怕它真的不起 你明白嗎 噢 那不怕 那它已經起了十幾樓了 是啊 好運氣 因為它遲遲都一直 咦 雷頭車都沒有解到 我們會不會游不起呢 這樣 我們真的 看不到而已 哈哈 一件事給你清楚 就是 有些建設員 它為什麼說 想等個兩三年才開始動工呢 因為它可能在後面 跟政府申請著 喂 我可不可以再蓋三層 可不可以再蓋五層 可不可以再蓋十層 所以它就一直都延期 想著等到政府批了 我才開始蓋 那一邊蓋 它就一直賣 新批那些 它就可以賣貴一點 就是等於現在這樣的情況 是的 那你在附近 你不用在附近 你就 就其他博士和 Dundas 準備要開的那個盤 都一千八百 一千九百元一尺 所以這裏 兩房一千五百元一尺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嗯 其實可以遲些找回 Vincent和Tridel 他在那裏過一點點材 都有一座 其實307元 307元 什麼 307尺 307尺 300尺 的Studio 很小的 很小的Studio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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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很夠一個學生 你通常 很小的 概念 你會檢查 哪些東西 資料處理 你會問客戶 什麼問題 比如說 我是新的 想借錢 那你通常會 通過一些什麼步驟 可不可以 其實最主要 都可以知道 好的 借錢 不外如是 就需要知道 是三件事 第一 就是收入 客人是 有什麼收入 是屬於 有沒有收入 第一 第二 是屬於哪一類的收入 是一個 自顧形式的收入 還是一個 純粹是 B salary 是打工的 T4收入 這個 都可以決定到 客人是屬於 送到A lender 還是B lender 拿一個 mortgage 的 跟著第三件事 就是 這個 credit 就是 你的 credit 分數 夠不夠 你所有銀行要求 分數是最低 680分 而B lender 就可以接受 低過680分的 credit 那這一個 就是 這一個是 第二樣 應該這麼說 第三件事 就是首期 的 down payment 那客人是可以 給到多少首期呢 如果客人是說 我20%以上 甚至乎 三成半 那類 那很可能 在A bank 或者 他有特別一些 program 都可以批出來的 這樣 但是 如果客人說 我沒有這麼多收入 我是少於21%的 那很明顯 這個也不可以去到B lender 因為B lender 最少的收入 就是 I mean 是首期 就是20% 那這個就是B lender 如果少於20% 是只會 就 要看客人的收入 是足不足夠 去 可以承擔一個借貸 那如果可以 就可以送到A bank 又經過一間 叫做CMHC 政府的部門的公司 來去批出來 這個mortgage 那經過CMHC 批出來的mortgage 就是 政府是需要客人 去買一個保險 是叫做mortgage defraught default insurance 那這個premium 就是有一個表格 來去決定 是要給多少個percent的 就是用借貸的銀碼 來去計算那幾個percent 那 就是不外如是 都是這一三類 三個問題 是需要客人 要知道 那另外 對於一些剛剛回流的疑問 那他們如果來找B lander A lander 我問過了 他們說 千萬不要自己的工作 海外的工作 一樣看的 那B lander 你們會不會一樣的 不用看海外的工作 B lander 其實是不看海外的收入 除非海外的收入 是傳入來銀行的賬戶 明白 即是新移民就不要去騷擾你 新移民 B lander 是沒有這個program 是可以批評出來的 他們沒有新移民 是的 因為很多bank新移民 是看你的land paper 在一年兩年 他們是不看收入的 其實 很老實說 新移民這個program 已經是可以說明存實亡的了 因為 因為其實銀行 每一家銀行都需要看收入的 譬如說新移民 如何去界定 它是否合乎新移民資格 就是看它 在加拿大有沒有超過五年時間 但是呢 有一些銀行 就算是客人說 我未超過五年 我當然是可以 夠資格去做 就是去申請一個新移民的program 那就不用看收入了 是沒有這件事的了 所有銀行都需要客人 最少都要有二萬五或者三萬報稅收入 那才可以去決定 那首期當然是35% 那麼 這個就是有一些銀行是可以這樣去 用新移民的政策來去批 但是也都有銀行是說 只要你來了加拿大之後 已經是建立了有信貸的了 已經就是你的信貸報告已經見到 你建立了出來的 它就完全不會 可以接受用新移民 你沒有收入的條件去批 它一定要你有收入 它才會願意去看 明白 你剛剛講開 A-Bank 你看680分的公司報告 新移民基本上它的公司是零 就是什麼都沒有的 變成它們沒有可能有Ecofax 就好去 這個就反而好 其實不是 這個反而好 如果這一類的客人 是真的 真的 剛剛到加拿大 是完全是很新的 或者是零 或者是rejected beacon 這一類的 那麼 TD是可以接受 是用一個新移民的 program 來批出來 但是呢 其實 但是又很有趣 我們見到遇到很多 新移民客人 因為他們拿到的 封業卡 是新拿到的封業卡 並不是代表他們在加拿大 是剛剛在這裏而已 或者他們很多時候在加拿大 已經是住上好幾年的時間了 那麼 住上好幾年的時間 已經是開始拿信用卡 有信用卡 或者去拿手提電話 這樣 這樣就已經 就是 所謂建立了一個 credit report 有一個報告在這裏 有個歷史 那銀行就不會接受 這個是一個新移民的身份 因為有很多人 都叫做回流的居民 很多人 20年前 15年前回去 其實他有報告稅 在加拿大是有record 那些人經常都會以為自己 當自己是新移民回來 在credit方面 他們不是新的 他們都是屬於 不是新的 但是他可以用 如果在香港回來 正如回應你之前說的那句 就是說 在香港不要辭職 繼續保持他的那份工作 那是事實 是有銀行是會接受 他們仍然保持在香港那份工作的收入的 那我想問一下 Joyce 你們買新的樓盤 如果有新移民 或者一來到什麼都沒有 那他們跟你買樓 他們怎麼都可以跟銀行的 封預告信 拿不到你們賣賣給他呢? 通常我們有10天冷靜期的 那他在這10天冷靜期 就要盡快去找一個 你明知道他沒有了 我很富有 我一來過來 但是我真的 找我 如果他的錢都在銀行的話 我們 好像還沒到 有人來了 我要找地方住 我來跟你買樓 剛剛有些 賣1800呎的Pan House 現貨來的 那我不如跟你買 但是你買不買給他 我沒有什麼 證明都給你我有錢 最常可以延遲到60天 去等你的貨幣 HP Proof Joyce繼續買的 因為這個不是他的責任去拿這封信 譬如我帶的 就是我的責任去拿這封信 我想一下 我帶不帶他去Joyce買這個意思 還是買現貨的意思 因為他只剩下那些期貨可居的東西 他也想脫手 他也不只要買的 他也不只要逼你阿忠去拿這封信 他也要配合你客人拿這封信 因為那些單位 剛剛Joyce說的 是等著姜太公釣魚 願者上釣的 是嗎 等著姜太公釣魚 真的那條魚流到來 那你就會不會有些方法 鼓勵這條魚 我是要逼合一些常規 會不會有什麼可以做到 既然那一刻你們賣完 最後那三個單位 應該是Penhouse的了 都是在賣三千萬左右的 那你們會不會就說 不要你什麼都 你隨便給我一些東西看到 我先賣給你 其實如果你銀行有夠20%的貨幣 可以展示到的話 在60天之內 我們都會賣給你的了 考慮 好的 那勤勵一點了 Alex OK 不用問這句話就完成了 最簡單的了 其實今晚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今天好Informity 謝謝各位 謝謝Patricia和Joyce 謝謝 拜拜